没有意外,面对俄罗斯女排,中国女排姑娘听到了最后,即便是已经提前锁定了F组的第二名,但是依旧全力以赴,3比1击败俄罗斯。 也是中国女排G1998年半决赛后,时隔20年再次在世锦赛击败俄罗斯,主教练郎平一句话解释了为何要拼到最后,是因为要让主力队员找到和对方打的节奏,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。 对于六强战,郎平说了八个字,原则不变,全力以赴,郎平这场比赛中中国女排的首发依旧是全部主力,包括主攻朱婷,张长宁,副攻颜尼,袁金月,金公祥宇,艾传丁霞,自由人王孟杰,同号球星朱婷只是在第三局最后阶段被换下。 这也是朱婷第一次被换下,第四局换下一次,对此,郎平说,之所以没有换那么多替补,是希望主力队员找到和对方打的节奏,为今后在大赛之中相遇积累经验。 比赛三比一击败俄罗斯,四局地分分别是25比22,21-25,25-23,25-15,从比分就可以看出,双方在前三局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,因为这是俄罗斯的生死战,他们只有击败中国女排才能出现。 对于这场比赛,郎平认为挺艰苦的,俄罗斯网上的强攻很厉害,而且他们的一传真的很好,大家都在顶,对我们是个锻炼,找到自己的节奏,虽然没有所谓胜负的压力,但是球队的目标很清晰,就是一定要争取胜利。 通过比赛段,练我们自己的技术,适应这种欧洲球队的风格,丁甲阳市记者提问,美国教练一直看台上看着比赛,郎平回答说,那我不知道,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排就是要以我为主,体现了强烈的自信。 我们不防水,听到最后,有求你留言说,现在才明白,原来郎导想的才更为长远啊,我在前也觉得应该上替股阵容来着,人家承受着那么多压力,却还要忍受外界的非议。 同样不易啊,和谁一组都不怕,正面刚,以我们联合额美的状态,该瑟瑟发抖的是对手,全力以赴,不管结果怎么样,都值得我们尊敬,至少我们打的是干干净净的球,你觉得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